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见给你写了哪两个字 天下 天下 参见说七国连年混战 百姓受苦 唯有大王才能停止战乱 一统天下 参见希望我为了天下 放弃刺杀大王 他跟我说 一个人的痛苦与天下人比 便不再是痛苦 赵国与秦国的仇恨 放到天下 也不再是仇恨 没想到最了解寡人的 竟是寡人通缉的刺客 寡人孤独一人 忍受多少责难 多少暗算 无人能懂寡人之心 就连秦国的满朝文武 也视寡人为暴君 想不到参见 你寡人素昧平生 才真正懂得寡人 以寡人心意相同 寡人想知道 你手无寸铁如何刺我 夺剑 此剑随寡人征战南北 也有十年了 寡人能有残剑大侠这样的知己 便是死也足矣 你就为天下决定这一件吧 我们下一次 初见 后来 寡人 唯一 恩 禅人 ボ这样 我 尤其 挑 寡人 Cath 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寡人悟到了 残剑的这幅字根本就不含剑法昭示 写的是剑法的最高境界 剑法 起第一层境界 将求人剑合一 剑就是人 人就是剑 手中村草也是戾气 其第二层境界 将求手中无剑 剑在心中 随赤手空拳 却能以剑气杀敌于百步之外 而剑法的最高境界 则是手中无剑 心中也无剑 是以大胸怀包容一切 那便是不杀 便是和平 大王 这一剑 臣必须刺 刺了这一剑 很多人都会死 而大王会活着 死去的人 请大王记住 那最高的境界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